其实利用刚刚的那个相关的设定 很快的就可以让我们设定好那个相关的登录功能 而且其实你会发现的基本上 不需要写任何一行程式 就可以达到我们之前要写程式的这样的结果 那这里的话呢 他做了哪些事情 其实自动产 他已经自动帮助产生一些东西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 有关于那个login的控制项 那这个login控制项 当我们在建立设定好之后的话 你们可以在哪边可以看到 各位可以看到在那个account这里 account这里 你可以看到里面就有一个那个login的一个网页 这个网页部分的话呢 他就会帮我们产生 那其实基本上 这个网页里面的也已经帮我们做好了 这个login 其实这个login的网页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画面 那这个画面里面呢 基本上就是里面会放了几个东西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各位可以看一下 里面的话呢 他这里的话会有个什么呢 有没有 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已经 他会从这个地方 其实你们当然你如果想要重做 你也可以另外再产生一个页面 然后呢把login的这个控制项怎么样呢 拖拉到里面来 拖拉到里面来之后的话呢 他做哪些变更 我想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相关的属性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主要有几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说呢 他这个地方 id部分呢 叫log user 这部分他做了一些修改 再来的话呢 这个地方有able view status State 就是说呢 能不能让这个使用者 反复存取 网页使呢 这控制量会不会自动储存状态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 预设只是false 那如果你希望让使用者可以存取 可以反复的存取这个网页的话 你可以这个地方 可以改为true 预设是false 那再来的话呢 还有相关的这个几个属性 这里的话呢 有一个是random auto table 这个地方的话呢 主要是 能不能在这控制项的范本周围呈现表格 那预设也是false 主要大概这几个修改一下 其实基本上 大概用预设值 就可以达到那个login的这个效果 那主要呢 也是根据那个我们的网站 设定 设定好之后 它只是一个前端的键